英國天氣 前逛街 民眾享受三年以來 第一個沒有疫情限制的節禮日 商店為了吸引客人端出特價 成效卻差強人意 我是一般的遊客 我非常驚訝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只有兩袋 平常我會出現八或十袋 我只有兩袋 英國各地零售店的客流量 相較去年同期上漲約50% 而倫敦市中心更翻臂跳漲 139% 但相較疫情前 人人個別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和百分之二十二 消費意願沒有完全反彈 正是因為英國高通膨 讓每十名英國人 只有四名表示 自己的購物能力受到影響 其中更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計畫 比往前消費更少 生活成本危機 讓英國人勒緊褲帶 英國的鐵路罷工 也影響外出醫院 雖然部分人 是轉向網購 但是從美國引進的黑色星期五 早已搶走部分生意 導致今年的節禮日 黯然失色 相較之下 澳洲的民眾已經等不及打買特買 學者估計今年的節禮日購物期 澳洲各地的總銷售額 將達兩百三十五億澳元 整合台幣約四千八百七十五億元 比去年成長將近百分之八 其中新南威爾斯州就佔了超過一千五百四十億台幣 比去年增加將近一成引領全國 其中服裝業為了清倉大量庫存 端出大粗銷 結合強勁的購物需求 專家認為今年的節禮日可說是近二十年來 對消費者最有利的 不過也呼籲在享受購物的同時 不要被特價沖昏頭 變成高利率時代的卡奴 近新聞在音中 陳思寅報道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